迷你之花,可爱的班拉,关注班拉,我们一起拍故事吧 有一个龙民,初中只读了两年,家里就没钱继续供他上学了 他辍学回家,帮父亲耕种三母薄田 在他19岁时,父亲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的身上 他要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还有一位瘫痪在床的祖母 80年代,农田承包到每家每户 他把一块水挖,挖成池塘,想养鱼 但乡里的干部告诉他,水田不能养鱼,只能种庄稼 他只好又把水塘填平,这件事成了一个笑话 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想发财,但又非常愚蠢的人 听说养鸡能赚钱,他向亲戚借了500块钱,养起了鸡 但是一场洪水过后,积得了积温,几天内全部死光 500块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对一个只靠三母薄田生活的家庭而言,就是天文数字 他的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竟然忧郁而死 他后来酿过酒,捕过鱼,甚至还在石矿的悬崖上帮人打过泡野 可都没有赚到钱,35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娶到媳妇 即使是隔壁村王大妈也看不上他 因为他只有一间土屋,随时有可能在一场大雨后倒塌 娶不上老婆的男人,在农村是没有人看得起的 但他还想搏一搏,就四处借钱买一辆手服拖拉机 不料,上路不到半个月,这辆拖拉机就载着他翻车了 他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他这辈子完了 但是后来,他却成了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里一家公司的老总 手中有两亿元的资产 现在,许多人都知道他苦难的过去 许多记者来采访他 记者问他,在苦难的日子里 你凭什么一次又一次毫不退缩 他坐在狂大豪华的老板台后面 玻璃杯子握在手里 反问记者,如果我松手,这只杯子会怎么样 记者说摔在地上,碎了 他手一松,杯子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但并没有破碎,而是完好无损 这杯子是用玻璃缸制作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不是所有人都像表面一样脆弱 困难只要坚持下去,总会解决的